第59回 九帝十帝十四帝地 翻回京城 用净声不出 一路等他说完 才冷笑一声说 老伯 你说得真是好 朕在外面 折风木雨地巡视河宫 访民情 你就坐在京城 想着来哄朕 听你说得头头是到 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先 八旗子弟 十个女儿 有一个真去耕田都不错了 他们分到的田地 有些租给人家去耕 甚至有些干脆卖了 朕原本想着 让我们学得出色些 怎知反而让我们守到有钱 去吃喝玩乐 嗯 说到我们的弟弟 老十有病 老十四又有病 这些朕都知道 不过他们得的是心病 心病好了 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朕自从登基以来 加上抄了一百四十几个官员的家 这一次又下了朱批 要查抄李希地等二十四家 这份朱批 朕出京之前就交了给你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发出去 嗯 用正说话的时候 好像松松容容 这句句都好像刀那样 厉力无比 十三皇爷 尹祥就心中一惊 难道皇上今天想要处置尹智咯 嘿嘿 尹智现在最惊的是 讲龙科多的事而已 讲第二些他就没有有惊 又不奋弃呢 他想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在那儿挨散 就不如把心一把玩 拨回雍正 想到这样 他就张头一握就说了 回万岁 这些事 谁都知道港义造难 先帝何等英明 万岁何等光毅 施世伦他们又是何等的清正强干 但是从康熙四十六年到现在 过了十八年 结果怎样 故此神帝认为 这么大的事 想我一下成功 只能是一厢情愿 现在天下已经是人心不安 你欺七十几岁的人 又有擎天保价的大功 他还债还到家里已经没家 还要再抄他家 那抄得出什么 这样抄法 不怕抄到那些臣子心寒吗 如果万岁一定要说 神帝办事不力 神帝认了 神帝甘愿去守灵 请皇上另派能人 免是神帝犯悟觉之罪 孕子想劈胖 座场的人听到都恶大言 孕子不是这样的人 他平时斯文敦口 逢人三分笑 人家都说他是八言王八佛爷 为什么今天这么不老皮呢 是要和皇上撑过 一时间全场就静到 连口针跌落地都听得见 连雍正皇帝都被这个突然的变化经住了 不过雍正有自己的打算 并没有被韵治这种整色整衰的说话吓贼 他定了看着韵治就问了 老八 你今天装邪 我们已紧时而已 你有什么好发难诈呢 雍正站起来 来回读了几步又讲 朕早就落得过抄家皇帝的恶名 不过朕有分数的 诗恩是应该诗恩 只不学得你这样的诗法 现在是要整顿理智 整好了 朕自不言就能够将这个恶名改回来 先甜者必后苦 甘于苦者亦必甜 这就是朕的心思 如果听任那些贪官污吏 复取不宜之财 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呢 所以贪官即是国财 凡是贪污者就必须受到情治 朕是抄了很多人的家 但是抄出来的钱财 并没有捉入朕的腰包 老伯你说 朕何错之友 何错之友 抄家抄家 抄到朝廷上下人人谈抄色变 有些人甚至连打牌都叫出食抄家糊 我们的官员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 难道给点面他们都不行吗 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吗 老伯今天不辜一切了 正所谓江瓦传打老虎 盡地一煲 他就是要跟皇上咬这个大题目 咬这件事呢 咬一小都咬不完的 张庭玉看着雍正的面子就一路路插起 怕他会立即发作 急着就向方包打出个眼色 方包当然明白了 他站起身说 八爷 皇上刚刚回京 安马努顿 这个题目又不是一下子谈得完的 还是留下以后慢慢再谈了 呵呵 不过已经迟了 雍正鞋口鞋面那样说了 方先生 你看错了 朕未必非要跟韵智讲这件事的 不过难道没了他 那天会倒下来吗 老伯 你是好人 样样事都看人家着想 朕这样的尋常主子 又怎么用得起你这个姓言呢 你不是有病吗 那就麻烦回家休息一下 朕迟些就有指意给你的了 咦 在场几十人听到心都确实了 一句不对 就攀了这位以正亲王回家 那下面的戏还要怎么唱啊 稳着就抓住鸡脚了 神帝只是跟万岁政见不合 并没有说不想为皇上办事的意思 既然皇上这么说 神帝当然临尊盛名回家养病读书 他说完就打了个签 你转头走了 庸正就扯行大气 心想 你想就这么撇跑 没这么着数 他突然大声说 慢着 稳着走到门口那样 听见就另翻转身 滋滋油油就曲了个弓 万岁还有什么旨意啊 神帝功临圣语 老板 你读的那些书 全部都是造官的学物 我这里有一本书 很合你 不如给你看一下 雍正一路阴阴笑 李转身从桌面那一搭 中卷道就潜了一份摺纸出来 但是比农科多讲了 舅舅 这份是李慧上海派来的摺纸 女头有一手卖仪诗 你拿给韵字带回去看一下 文为国之本 等我们这位廉亲王 叮青叮楚 怎么才做可一个念字 龙科多早就吓得傻了 手振振地走上去 拿了一份摺纸 又小心翼翼地递给韵字 韵字看都不看 说声遵旨 接过来 另转身就走 昵字一走 就到龙科多深圳了 果然皇上跟手就问到 畅春元的事 嗯 现在轮到讲下你们的事了 舅舅和马齐两位留守大臣 搞到两军对壤那样 唱春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啊 龙科多就省眼脑窄上马齐 见到马齐的头发 鸿鸿直 整身滴滴震 知道他生气到什么了 就不让他先告状 试恩他一告 那我就执书 于是龙科多就抢先 将今天的事讲了此 讲自己怎样 请示了三下哥宏时 请示了八皇爷韵志 说自己怎样关心大内的安全 见到管善扑营的十七爷韵礼 去了古北口 怕皇宫中有人潜伏作乱 这样才要清理皇宫 他讲得很详细 又很有道理 后来他还说 马齐是负责政务 不管军政 我清理丸子 又没有干扰他的事 本来就没有事 现在被他这样插手 就反而搞到满城风雨 来 那个侍卫头刘铁城 在院子道还大声侮辱奴才 骂到奴才硬面骚地 奴才为了不伤和气 唯有人气吞声 龙科多 龙科多说得很动情 又想起运字被烹走 那个沙马哥宏时做了缩头乌龟 现在什么事都要自己背了 越想越后悔 越想越伤心 不知不觉 眼圈都红了 听见龙科多说得这么热闹 马齐就更加火焖了 他一开声就隐住他不放 哼 你说得好听啊 我就是领事为内大臣了 皇上的安全 正是你一个人的事吗 守公正院 是正经事 就是你都要请了圣子才做得的嘛 别人说这么大件事 连个招呼都不打下 说做就做的呢 别说你个人说不了事啊 就算加上我 都是越拳越礼的行动 况且方先生和十三爷 根本就不知道 那算是什么行为啊 你自己心知肚明啊 人家也都清楚 不是说流两滴眼泪就过到骨的 十三爷寻常在一边看着 心就有点硬着硬着的 他长叹一声说 唉 一天都怪我的身体不争气 如果我动得到的 就哪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有什么不对的 等我背光了 你们都不要为这件事再拗下去了 十三爷说一下说一下就咳了一大轮 咳咳一下 有个痰甜甜的涌到出口 他知道自己吐血了 没出声 静静静地吞回下肚 方胞这时候就一直皱着眉头沉思 他也是上书房大臣 但是他又是一位布衣臣子 在上书房里 他只有参赞资权 就没有决策的权力 因而农科多不同的商议这件事 他也执不了人家鸡鸡 不过他是精通史直 作为臣子 擅自搜索公禁 不是一件小事 历史上除了曹操 司马氏和东昏后 这些乱国奸雄之外 由唐朝打后 连奸相严嵩都不敢这么做 方胞很明白 这件事情的可怕 还未只是农科多的妄撞和悦犬 而是在于事情的背后 有没有更大的背景 有没有更大的后台 现在京师到 人事跟蝶 暖了大坑 一时间就不知道 从哪里分出的头緒来 既然看不出头緒 又怎么说得清 谁是谁非呢 方胞想了想他才说 不要拗了 不要拗了 其实你们都是为国家着想 不过这种事 就只能有一 不可有二 开了个这样的先例 后世就不堪设想的了 方胞这么说 步步听起来 早就是劝交 但是说话的意思就很清楚 尤其是那句可一不可二 龙科多不由得打了个冷针 他面十声红了 直到他还死鸡刹眼脚地说 方先生 你天天躲在穷奴上 整你先帝留下的国书 你持守唱春圆 我不是说不想找你 一直到事情吵了起身 我才知道你在十三爷那树 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马齐听他这么说 一个又回头了 不是说你是找不到方老先生 就算是见到他和十三爷 拿到十三爷的军名 我马齐都不敢领 你派去过一千二百人 是我马齐赶他们出去的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件事和刘铁城没关系 你不用赖三赖四的 这件事 我要提本参核你 十三爷寻常 还是想息事令人的 马齐 你不要这么怒吵 又没有人说你不对 舅父都是好心而已 想当年先帝去热河打猎 不就一样要清理避暑山庄 谁知道这运马齐就很硬 连十三爷都敢领 行了行了 那次和今天不同 那次是请出圣子的 当年擅自进入避暑山庄的灵谱 后来就被正发了吗 龙虎多听就发谋了 你说什么话 你这样就说我 说我是谋役了 我没有说你是谋役 我说的是灵谱 他已经被正发了 马齐说话 牵有很大压力 龙虎多不出声了 雍正的心 现在好像翻江倒海那样 从昨晚到今天 发生了几多事 这些事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楚 他想再看一下 听一下 甚至如果有必要的 他还想避开一下 他要等办完连庚瑶的事 才腾一出手来做第二样 看着这两位大臣居然吵到反了面 他忍着就吹地笑了一下 你们这么大火气 什么不记得 那不是军前失礼吗 舅舅称你唱春元 是做得匆忙了些 不过就算是天下都造反 朕都相信舅舅不会反的 他绝对没有谋役之心 马齐啊 你疑心过重了 整个风台大营 得在这处 就算有人想谋反 那又怎样 一千二百人成到什么气候 他们攻得到进去 这手不守得住呢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再争了 等件事先摊动一下 时间一长就自有分晓 你们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 马齐和龙科多两个 在唱春元吵到两军对吕 大家都想着 皇上一定会追究到底 他们怎么会想到 皇上随便这样几句话 就轻易放过这件大事 而且皇上还说得这么诚恨 这么真诚 一片用人不疑的信任 龙科多本来就心有鬼 他还敢再坚持吗 在场其他人也平静了下来 但马齐又好像撿到东西 皇上 皇上 神和国寇之间并没有任何私怨 但是他步兵统领衙门 现在还陈兵唱春元外 这件事传了出去 会很得人惊的 神请指 请龙大人下令军事撤出归队 雍正心想 马齐这么说 反而给我一个削減龙科多权力的机会 不过他不急就开声 然后拿眼尾掃一下周围 等其他人先说 这件宰相张庭玉就说 神认为马齐说得对 那听得出 张庭玉是支持马齐的 但是方包就吱吱游游说 既来之 侄案之 豈不是更好 方包就更高一筹 令皇上更加满意 于是乎雍正有了机会 一边说就一边做出了决定 嗯 这件事是多吵架 那些军事既然调了出来 入丸子不好 退回去就更加糟 不如这样 李春风带的这一千二百人 索性改归善樸刑 就算是善樸刑来清理丸子 由舅舅主持 那就理讯了统属 外人也不要再说闲话 十三弟 你出去外面叫张宇传子扮理 十三爷和龙科多都走了 雍正就向张庭玉小笑说 庭玉啊 我们军神一入京城 就看到一场龙虎斗 你觉得怎么样 张庭玉音音笑没有出声 只过马齐呢 还生气爆爆想再争一下 张庭玉看着他就说 马公 那又何必呢 凡事都要从长计议 何必要争这个招直之功 那一说 马齐才有点省水 不出声了 于是雍正和方包对望一眼 就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一场即将要爆发的公变 就这样被雍正不动声色的粉碎了 但是龙科多和八爷韵志 就走不走得掉 要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